今天吃什麼? 阿King 跟你想碰它 芝士薯仔球 材料有西蘭花、薯仔和芝士條 很簡單 大人都很喜歡吃 首先把薯仔洗乾淨 把薯仔洗乾淨 把薯仔洗乾淨 用筷子刺穿 然後把薯仔洗乾淨 放在冷水中 在中間切一刀 就可以輕易拿出皮 肉切粒 壓碎 用匙羹壓碎 壓碎 蘭花洗乾淨 用豆粉水和醋浸 洗乾淨 把前面綠色的切粒 放在薯仔裡 放在薯仔裡 很簡單 攪到有黏性 芝士條 拿出來 如果不用芝士條 也可以用一塊塊的芝士 捲起來 芝士條 喜歡吃多些芝士 切大些 切粒 一粒粒 一粒粒 現在可以做個波波 把一隻蛋拌勻 有麵粉 麵包糠 現在開始包 用匙羹 一匙一匙 薯仔 按緊 然後把芝士 放在中間 好像包湯圓 把它滾滾 它就會成為一個波 然後滾滾 滾滾 麵粉 黏滾滾 麵粉之後 放在蛋裡 黏滾滾 黏滾蛋液 再放在麵包糠 滾滾 滾到表面 有麵包糠 按緊 這樣就可以了 等它放一會 現在可以炸 放油 油先滾滾 然後把波波放進去 放進去後 不用這樣轉 一邊炸到金黃色 可以翻到另一邊 再炸 給耐性 慢慢炸 炸到金黃色 就可以拿上來 炸好了 嘩 外面脆薄薄 裡面軟軟軟 真的很好吃 小孩子和大人都很喜歡吃 你們也來試試 想吃我下次煮點嗎?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和你的朋友分享 記得和你的朋友分享